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七游医生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健康长寿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与我们的寿命是息息相关 这个七游医生已经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反复的强调过 WHO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 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和寿命 它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 占多少呢 60% 而我们大家大部分人 寄希望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神奇的疗效 那么多项研究员显示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的提高寿命 而这是药物和保健品根本达不到的 看看2022年在美国心脏病协会 就提出了一种更新的心血管健康指南 发表在Circulation上 这是世界顶期的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杂志 把睡眠纳入了其中 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个睡眠好坏无所谓 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实际上不是如此的 那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提高寿命 八项指标 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家一定要重视 第一条定期运动 第二条健康的饮食 第三条不吸烟 第四条健康的睡眠 第五条健康的体重 而第六条就是健康水平的胆固醇 第七条健康的血糖 第八条健康的血压 后三条就是一定要不要有三高 这八条合起来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标准 2024年5月29日 那么美国的塔夫斯大学 同样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遵守心血管健康这个指标 可以显著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的死亡风险 而对于表观遗传年龄较高的人 就是这个本身寿命有可能很短的人来说 那么生物衰老加速的人来说 他的效果就更显著 越是这些有遗传倾向短寿的人 那么你健康的生活方式给您带来的好处就越大 那么遵守八个心血管健康的指标降低的风险 它的部分是由什么呢 逆转了DNA甲气化阶段 这个是很神奇的 就是我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逆转DNA甲气化 表明心血管健康指标有助于逆转细胞的衰老 这些研究主要是分析了弗莱一鸣汉心脏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的5682名成年人 经常有指标 发现这个较高的这八条 就是说如果这八条指标较高的人群 那与心脏病啊 心脏病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是降低的 而且问题是 它的关键是通过逆转DNA的甲气化 能够逆转细胞衰老 这是让人们健康长寿的最根本的一个机制 那么之前研究进一步表明 DNA甲气化可能借到风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 之间的一个关系 强调了什么呢 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影响生物衰老 对我们的衰老啊 预防啊 疾病啊 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所以呢 清医生还是反复的跟你聊那句话 吃再贵的保健品 营养品 也不如什么呢 健康的生活方式 只要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就可以显著的提高 您的预期的寿命和您的健康 好 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 《七位生光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